大家好 今天呢來試一下一樣的是新的麥克風 小蜜蜂麥克風 裝在安全帽裡面的錄音效果 那錄音效果 我自己在判斷的話 就是考慮到兩個主要的因素 就是音量跟音質 那其實講比較簡單一點 音量就是正幅 那音質就是頻率 所以就等於是一個波的一些東西 我把手套裝好一下 把衣服穿好一下 因為衣服這個 這個設計到你摔車的時候 有時候你裸肉在外面 那個肉就開始要摸地板 所以 每個麥克風測試我都會測試 當然 測試這個音質跟音量 就是它可以感受到頻率 還有音量 那這個音量的話 它其實不是只有包括你講話聲音 因為每個麥克風它敏感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所以 不如不不不不 我們等一下 這個這段旅程 這阿嬤這頭髮就真的當安全帽用 還開遠光燈 不妨這段旅程喔 就來講有關麥克風啊 有些 你們常常看到我在測試啊 測試什麼東什麼西的 反正為什麼要測試 還有測試什麼東西喔 還有包括 其實也包括選購啊 都是 可以稍微聊一下的 因為這些東西 有時候用打字的方式不太好打 還有這個電 電力 電動 這算是 電動腳踏車還沒電了 首先先講 它的那個 敏感 敏感度 敏感度啊 麥克風它的敏感度 其實 我比較重視的是 對頻率的敏感度 對每一個頻率 比如說 它高音啊 收音好不好 低音啊 收音好不好 好 因為有時候這個東西呢 它就像是一個 我們講畫面好了 假設這個相機拍起來都是對於 那個低波長的 像黃色紅 紅光黃光啊 比較敏感 那所以你拍起來的東西喔 就會一直就偏 偏向紅光黃光 那是不是你在 每次拍完作品了之後 就要去修圖 對不對 因為太紅了啊 都太黃了啊 那這是 那一樣的說 高頻的話 比如說對 光波的高頻 這個東西拍起來 每次都是變 紫紫的 紫色的 那每次你拍起來 東西都覺得太紫 啊人的臉色又紫又輕的這樣子 那是不是你一樣要修圖 那一樣的 我們麥克風一樣的 它也是頻率 但是它是聲波 跟剛剛照片的光波不一樣 所以這個麥克風 它收音的時候啊 你就會去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收音的頻率到底 到底廣不廣 廣不廣 還有它收音的頻率到底 呃 會不會某個頻率特別誇張 那某個頻率啊 特別虛弱這樣 像各位如果常常聽 以前電話的那些聲音嘛 電話因為它的那個麥克風 就是很 很爛的麥克風 所以你看它收音的聲音 就是只有一個 某個頻率這樣 那聲音 而且它是 頻率上有 不連貫 就是算斷格一樣 就像我們影片有斷格一樣 只是它聲音是斷格 所以在某個頻率 跟某個頻率之間 它有感應到 但是更高頻 就收不到 更低頻就收不到 所以這個叫做Band Pass 就是 Band就是音頻啊 那個頻率 Band 就是樂團那個Band Band Pass 我們一般會設定說 你在某個 在錄音的處理商啊 可能把那個高頻 把它消掉 比如說風聲啊 像現在風聲等等的 那也把低頻消掉 可能低頻是那個環境的一些公正 比如說打一個 打一個那個大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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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就盡量說 它在每個頻率 都是平均的 就像剛剛說的相片 相片你這樣 拍起來是不是 它如果都偏黃你就要修 或是偏藍你都要修 那所以我們麥克風一樣的 如果它聲音都是 都是偏低音 而且有高音細節啊 比如說你想要給人家呈現說 你來這個 路那個河水啊 流水聲 結果都聽不太到 那或者是它那個 它麥克風對於高音很敏感 但低音很差 所以你錄起來的東西 比如說你是想 像我們騎中機嘛 就是想要說低音 那個引擎的聲浪 而不是這樣高頻的噪音這樣 那所以一樣的 這個麥克風 所以麥克風它在敏感度上 如果都不平均啊 對於某個頻率 特別高或特別低 那種麥克風 就建議不要買啊 那有沒有辦法解決 當然有辦法解決啊 他們有些 在電子零件上 就可能就先設那些 Bandpass那些東西的 那如果像喇叭的一樣啊 喇叭像汽車有些分音喇叭 分開的分音樂的音 分音喇叭 它一樣啊 它針對每個喇叭 適合的音域 然後它去 用疊加的方式 比如說高音喇叭 中音喇叭 低音喇叭 你看這邊大家都習慣隨便轉的 紅燈已經有兩個左轉了 所以那這個頻率你要怎麼看啊 其實它有的會有附 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是常用RAW的牌 這個牌子嘛 這個澳洲牌子 它都會附這個頻譜圖 它比如說它在 這個麥克風收不同的音高的時候啊 頻率的時候 它都會 它的表現怎麼樣 它的db值 就分貝值是怎麼樣 那還有這個麥克風 對於它的周遭 360度啊 它的那個感應值怎麼樣 在某個頻率 它是不是這360度收得到等等的 那那個如果最周遭的話 是越圓越好 圓圈的圓 那如果是對各頻率的話 是越平直越好 當然 一分錢一分貨 你可能買到的是 可能 沒辦法平直 比如說在低音都衰減很快 或者是高音就衰減很快 但是沒關係啊 我們常用音域的話 就是一般像 耳機啊 麥克風 大概20赫茲到 20K赫茲 就兩萬 兩萬的那個赫茲是震動頻率 那這個對我們在唱歌或音樂有什麼差別 比如說我們唱歌是不是有 常常說調音啊 調那個440赫茲啊 然後那個中央拉那個音嘛 對不對 那你我們唱歌可能就 我們可能音樂上就只調那個音 但是實際上每個聲響啊 震動出來的不會單純那樣子 它會有包括很多的泛音列 比如說像我們 旋樂的話 你可能同一個旋 按一個同樣的旋長 那你用力波跟輕波摩擦的這樣 它會插出那種泛音出來 好那你唱歌一樣啊 你可能唱一個中音的拉 也不會只有一個拉的音 因為你還有其他的音 你的泛音列會出來 所以有的人你聽的聲音就說 這個人他聲音比較渾厚 那個人聲音比較輕量 這樣子 都是因為泛音的影響 所以同樣的你的聲音 你在錄音的時候啊 你如果 如果你的麥克風本來就那個屁性 就比如說特別 特別敏感於低頻的話 那他聲音就會比較渾厚這樣 那好不好呢 有的人說 剛好我想要渾厚啊 就買一個渾厚的麥克風 那我是覺得 這有點 太窄化的 你之後的用法這樣子 假設說 我剛好買一個相機 我們一樣用相機比例 用相機比例 比如說我喜歡拍夕陽啊 剛好這個相機拍起來 都是偏黃偏紅 剛好很好很好 所以我就買這個 這個拍夕陽 很好用的這個相機 但是 但是你會不會也拍別的 比如拍人像 人拍起來臉都紅紅的 好像酒駕一樣 是不是這樣就有問題 你不可能說你只買這個相機 都專拍夕陽啊 也有拍別的機會 那麥克風一樣的 你可能今天收的是 你的人聲 如果剛好你 你是喜歡地平沒錯 但是如果你的環境 收音的環境是 很轟轟叫的 轟轟叫的聲音 你要去收地平 那那個聲音就太太誇張了 這燈呢 這台燈改了有點誇張 所以好像在我們屏東廠看到 那個 這個現在 也是F150的後駒車種 BNW6系列 所以頻率上 建議您在選擇的時候 建議選平整的 平整的話 你可能錄起來覺得不怎麼樣 甚至於有些路橋就覺得 柴柴的柴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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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要緊嗎 沒關係 因為後續都還可以調整 就像有些像片 不是拍起來是肉檔嗎 然後你拍起來說 好像跟你在商業上看到的 都不太一樣 比如商業上 那可能有些 炫光啊 或者是有些 暖色調 或是模糊柔膠啊 其實那都是後續再做調整就好 但是一開始你的Source 你的紀錄的Source 本身就是要去 去思考的 不能太屁性喔 這個麥克風給各位建議 那當然再來是 收音的廣度啊 剛剛講是特定的頻率嗎 啊對還有響度 特定的頻率 比如這響度 它 它有的 像我現在用這個嘛 跟我以前用的小蜜蜂又不太一樣 這個小蜜蜂它比較 敏感 所以各位現在聽 可能 有時候會聽到破表啊 或者是 風聲啊 其他聲音 或者是環境的 按喇叭聲 它比較敏感 那有的像我三個小蜜蜂 就小型的 可以塞在 安全帽裡面的 它就是比較 沒那麼敏感 那我那時候剛好需要 沒那麼敏感的麥克風 因為我在這個 安全帽的環境啊 它很貼近那個嘴巴 所以有時候會太大聲 太敏感就會破表這樣子 所以這個 它的敏感度 有個 素質 但是這個素質 我自己 沒有研究 你可能上網再搜尋一下 因為我搜尋網路 看起來是 不太能夠理解 但是最少你知道說 欸 那個分有敏感度之差 那像 比如說你是在戶外啊 在做採訪啊 或者你嘗試在戶外表演啊 那可能就需要敏感度是專門在 在收主要的旋律方面的 你可能說 對高頻的 像小提琴啊 那種高頻聲音 有可能它沒辦法那麼敏感 它 它可能 我說它沒那麼敏感 跟那個剛頻率又稍微不太一樣 沒那麼敏感 比如說 它本來拉近50公分 就正常了 但是你把它拉到60公分呢 它就好像就衰竭很多 70公分就衰竭更多 可能一公尺就聽不到 聽不到小提琴的聲音 有這種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 真的就變成選擇的選擇了 因為太多敏感的時候 有時候 你要呈現給 觀眾的東西 就可能會失焦 我們一樣用相片來比喻好的 比如說你現在 要拍一個行車紀錄器 要拍一個車牌 就很廣很廣角 拍起來 什麼風景什麼都要收入進來嘛 那你就相對 你看到前面的車牌就很小 那假設真的出事的時候 你要找那車牌號碼 可能就很難找 那同樣的 你可能要一個望遠鏡頭 要去拍什麼圖星環啊 火星啊等等的 這種天文望鏡 那你天文望鏡 有沒有可能說拿來當行車紀錄器 不可能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拍攝範圍太窄了 你可能只拍到前面汽車的螺絲 那可能晃一下你就晃到 晃到另外一台汽車的螺絲這樣子 沒辦法拍到它的車牌 所以這麥克風一樣的 看你要對於它敏感度 是越遠刷減越快的 還是說越遠刷減越慢的 都在看人 那當然的話這種方式的話 它一樣可以透過不同麥克風來做彌補 因為剛剛說距離問題嘛 比如說你今天在籃球場的一端 在A方那邊 要想要拍他們那個灌籃 這樣子啪一聲 然後但是你又想要說在中場 看到他們運球 慢慢運球過來啊 動動動動 運球過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你這個麥克風要拍到時候 如果假設定很敏感 可能聽到的都不是運球的聲音 可能就是 比如說觀眾在呼嘯的聲音啊 或是他們的球鞋在那邊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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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那種聲音 所以你可能用不同麥克風 針對不同的區域去收音 收音之後再來做整理 做調整 比如說你收到的籃框這邊 A端這邊的 那你也收到說在中場那邊的聲音 然後再去調整 或者是可以做 或者不同的時間的變化 比如說他 越來越靠 你看畫面越來越靠近你的 你的籃框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中場的麥克風 音波給慢慢的調小 這樣就後製啦 後製調小 而不是在麥克風上調 那一樣的像他們的樂器也一樣啊 你要說那個爵士鼓一整個鼓組 有低頻的大鼓有高頻的那個SIMBA 等等的一樣的齁 你要多用不同麥克風去收 因為麥克風它有震膜的大小的差別 那一般的話 那一般的話 現在是流行大震膜啦 就是震膜它 我覺得大震膜它也 聲音會比較厚這樣子 厚一點這樣 因為人們在聽 現在聽很多的聲音 我們常用的設備 就手機啊 或什麼的音響啊 音響不可能 有時候那個低音的話 都是模擬出來的 不是真的大震膜的那個喇叭 所以模擬出來的聲音 有時候我們一般人使用者 他聽到的音樂就是偏高頻 低頻的話 幾乎有時候經過一些網路的壓縮啊 或是軟體的壓縮啊 幾乎有時候就弱很多 都有可能 所以有時候像你現在 可能現在聽我這次 用GoPro拍攝的畫面嘛 那可能它GoPro本身 等一下我在做軟體的剪接啊 然後再上傳到網 YouTube上面 網路上它又會把 一些比較超高頻 超低頻來做 來做刪除 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它的 那個數據的位元量這樣子 做刪除啊等等的 另外的話 麥克風當然我們說 價位有差 然後人的聲音跟樂器用的有差 我覺得人跟樂器用的問題 有時候是插在那個開關 我記得有些人 討論到像Sure的SM57跟SM58 57好像就是樂器用的嘛 它其實沒有開關 以前我在劇場使用的時候 它是小小一隻這樣子 瘦瘦的 58它源頭的 它轉彎都不打燈了 它轉彎都不打燈了 有時候那個開關 有的人喜歡有開關 因為它可能 呃 在錄音的時候 假設用很多支 然後這支把它關起來 那支把它打開 旁邊的這支還在收音 那把把其他遊戲的聲音 也串進來的這樣子 比如說你是直播啊 那有的人是不喜歡有開關 因為開關他會忘記 忘記打開完就關閉了 然後另外的話 有關敏感度的話 一般我們用的就是那個 呃 電容式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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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需要供電啊 是48伏特的 那一般的 呼應器會供電 還有錄音的 啊介面卡 有的是介面機 啊機械機 介面機它會供電 然後甚至有的是 它可以吃別的電 比如說 啊 一般的乾電池啊 因為在室外要用的 乾電池 然後它可以自己再生壓 把頻率升高 把那個電壓 電壓升高 好也可以這樣做 那一般這種電容式麥克風 因為它敏感所以 在錄音上很多細節可以抓得到 那當然在使用上 戶外的話就不不建議了 戶外的話 因為它收太多雜音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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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資訊量爆炸一樣 那聲音太爆了 啊但是在直播啊 或者是室內 我其實 那個 我所謂這種開法啊 哪天一定會出事啊 他剛直接過來 然後要到左邊巷子 他也不看這個主線道 有沒有車 然後剛在機車的 這邊要應急進來機車道 這種開法總有一定會出事 那你在直播間的話 我是覺得直播間就跟錄音室一樣 其實差不了多少 所以細節上喔 其實我覺得買好的麥克風是可以 那如果是你是買 如果你是那個室外用 比如說今天去參加一個 一個戶外的表演 然後你就覺得說 想要帶自己的麥克風 讓那個PA PA的 幫你去做設定 好聽一點等等的 那我就覺得就有 有 有點難度 因為他們不一定程度上 可以這樣子弄 可以幫你弄成那麼 你想要的聲音 甚至於因為你的麥克風需要 有專業性喔 那可能更不會去操作 比如說像現在我弄的那個肉的 NT2A 它上面就有敏感度啊 GAN多少 GAIN GAN多少 那GAN多少 然後 還有它的那個PATTERN 就是它收音的範圍 到底是只收前面 還是收前後 還是收前後 還是周章上面就是都收 都有不同 然後還有它的LOW PASS 它就是把一些低頻的噪音 它給設定在 比如說 50 HZ以下的噪音把它消掉 或是80HZ以下的噪音消掉 大概一般5080啊 120啊 都是可以去設定 它們 可以在後續的軟體做 切除 或者是在Source 就是麥克風的源頭 這邊就直接切除 那我是建議在源頭就切除 因為在後續軟體切除的話 它也是有點像電子的東西 你錄了一堆東西 你錄了一堆東西 然後叫它錄了一堆波形 然後叫那個聲波的軟體 特別去抓 特別去抓你想要濾掉的聲音 它有難度 有難度 有點像是說 有點像我們說 像我們也用相機好了 拍攝起來一個畫面 來彩色的 然後要把它變成 變成比如說 我只要 這畫面只要紅色跟黃色 當然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後續修 如果你前面的 源頭可以先處理的話 後續修就會省事多了 而且會比較自然 大概就這樣子 那既然到站 不是到站了 到了我終點 終點我們就聊到這邊 拜拜